9月24号晚 中国好声音2621导师决战首轮PK赛落下帷幕 最终李永浩战队淘汰热妹爽 余子辈和王静雯晋级11强 廖昌勇战队淘汰李延新发条月亮 陈文飞晋级11强 汪峰战队竟壮一亮一人出战 且顺利晋级11强 李克勤战队则淘汰了曾素树 时尚 杨耀阳三名队员 仅贺三晋级11强其余海味登场的学员 将于下一期节目再进行抽签PK 首轮导师对决的比赛非常的精彩 每位学员都拿出了自己最高的状态 去迎接自己抽到的对手 只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这是实力的较量 也是运气的碰撞 如果曾素树没有抽到张露鑫 时尚没有抽到王静雯 那么他们的结局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曾素树是本季好声音舞台曝光率最高的学员 也是大家公认的PK女王 仅盲选阶段就经历过四轮PK赛 即使是屡战屡败 也依然是思维党师认可的实力唱将 被数次复活于淘汰的边缘 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输给了运气 可能很多人都对张露鑫没有印象 但他却是廖昌勇战队当之无愧的王牌 盲选获得六转且无人敢挑战 因为低调所以感觉不出众 除盲选阶段呢 献上了一首在你的双眼遇见 以及导师战队赛中的众生一月外 几乎没有其他多余的镜头 包括平时也鲜少听到各位导师对他的评价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曾素树和张露心思底下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经常一起约饭局和看电影 比赛前两人呢还曾开玩笑的说过 应该不会在PK赛中抽到彼此吧 结果呢玩笑成现实 两人呢终究还是躲不开姐妹互私的局面 更有趣的是 两人呢皆在比赛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误 曾素树呢因身体状况不佳的原因 导致在唱高音部分的时候有些许瑕疵 而张露心呢则因为太紧张 导致一开口呢就唱错了好几句歌词 最终呢张露心以28比23的比分赢下了比赛 两人在舞台上相拥而弃 曾素树呢被淘汰后 许多网友都表示太遗憾 纷纷地为其感到惋惜 很多人说呢曾素树是被李克勤导师丢弃的一张牌 明知道他身体状态不佳 还选择让他打头阵 而五颗月呢则是这场导师决战中的保护动物 五颗月呢在盲选阶段 凭借一首粤语歌曲《曼珠沙华》 获得八位导师及助教的转身 并以乐成为本机好声音的人气学员 其唱功和舞台表现力都非常的出色 更被外界呢一度认为是 本机好声音最大的独冠热门 但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学员 却在淘汰率50%的导师决战中沉默了 纵观整个比赛 四位导师在选人出战的时候 都各自留了一张底牌 而这张牌呢不是实力差 而是因为导师有意想保护 如理由号战队的王宏浩 廖昌勇战队的采望罗布 光丰战队的谭轩缘 李克勤战队的五颗月 这些学员呢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人气旺热度高 能给节目带来不俗的收视率 剧情的本机好声音的收视率 一直都忽高忽低 刚开播时 顺着创办十周年和新增四位导师 助教等炫头 收视率呢成功登顶同时间段 卫视收视榜 但盲选过后 节目的热度相对不少 其收视率呢也明显降低 直到第二阶段的导师战队赛 好声音的收视率呢 仅为1.728% 排名呢由之前的第一跌落至第六的位置 此次呢增速数 因输给张璐星淘汰出局 把节目效果拉满了 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而五个月王宏浩等人系选手 下半场的PK结果 更是众多观众关心的话题 导师李克勤在战队遭遇了三连败后 选择让赫三出战 并动用了唯一一次的封印拳 表示他是自己战队最强的学员 除非有意外 否则呢不可能会输 但很显然呢 导师李克勤的最终目的 还是为了保护五个月 这种抽签决定对手的比赛 越早出场呢就越吃亏 当比到最后 每支战队人员都所剩无几的时候 战局也就愈发明了 导师在选择战队的时候 就已经基本可以掌控比赛的节奏了 明明呢是一张王牌 却被打成了一张烂牌 李克勤队五个月的这种保护行为 让人觉得有些难受 不知道下一期的导师决战中 五个月呢是被别人抽到比赛的 还是继续被安排放在最后一个出场呢 好声音增速述出局位和诚意难评 无莫愁的回应已说明一切 战队之间的PK赛呢是非常残酷的 这就如同自然界中的优胜劣汰 为了逐出最后的冠军 每个人都使出了看家本领 但是呢在场上比输赢总是能得出一个结果 所以呢有人晋级就有人淘汰 对观众来说 当我们面对喜欢的学员离开是非常遗憾的 即使明白了这是比赛 有输赢 但还是会觉得惋惜 曾素数呢在这一届好声音中呢 是被观众们认为可以逐战四强的选手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却止步于11强之外 这个结果呢真的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 而且呢以曾素数本身的实力 也的确不应该具有这个成绩 曾素数呢此番对战的是 廖昌勇战队的张露心 曾素数呢选择了一首比较偏抒情风格的歌曲 而张露心呢选择了一首十分具有爆发力的歌曲 本来以两人的实力来说的话 曾素数呢是完全有可能胜出的 但是结果呢因为歌曲风格的差异 使得ho全场是那首爆发性更强的 另外呢抒情歌曲本身就比较难以带动起观众 属于偏低沉一点 而曾素数呢在演唱的时候 因为身体爆样导致整个发挥失常 演唱呢完全不在状态 没有更深层的打动观众 不得不说最后的结果真的是很令人遗憾 这样的一位好苗子就败在了选取和状态上 很多观众呢纷纷为曾素数打抱不平 称其没有表现好有很多外在的原因 非常的希望他能继续留在舞台上 在曾素数出局后 弹幕留言墙上轻以色都是观众对他的挽留 不仅有对导师们请愿让曾素数留下 还对节目组呢请愿能够再给这个女孩一次机会 相信呢曾素数看到观众们的留言也是十分感动的吧 毕竟能够在节目上看到这样的场面真的不多见 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出 在观众们心中曾素数呢已经达到了怎样的一个高度和水平 总之不管曾素数最后是去是留 这都是以后他继续朝着音乐向前的动力 其实呢不仅是观众们对曾素数的比赛结果表示惋惜 就连曾素数的导师也表示了遗憾 在比赛结束之后 吴墨仇呢就在社交平台上面给曾素数留言了 称奇自己的妈妈很喜欢他的歌声 曾素数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显然的导致吴墨仇这简单的一句话已经说明了一切 年纪轻轻呢就可以唱出沧桑的味道 这是乐团很少见的风格 他的未来值得期待 可见的曾素数这一趟好声音之旅也真是没白来 这一旅程呢简直是收获满满 收获了观众的夸赞和肯定 也得到了导师的认可 这对以后的音乐之路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最后呢也希望曾素数不要因为这一次的成绩而灰心 现在的成绩和名次不代表这以后 未来谁是冠军还需要时间的验证